今天雷军在微博上带来了一些关于小米9的准确消息 雷军称小米9的内部代号为战斗天使性能超级强悍 而且是至今为止最好看的小米手机 绝对是好看又能达 同时雷军还确定小米9将于2月20日正式发布 由TFBOYS成员王源担任代言人 综合此前的消息来看 小米9将搭载骁龙855处理器支持27瓦的快充 这个半局单核3518多核跑出了11174分 而在外观方面从小米产品总监王腾曝光的叠照来看 新机将采用双面玻璃的整体设计 正面会配备一块水滴型的全面屏 背部配备了一组纵向排列的三次摄像头 至于成像品质 有网友在与小米创意视频部总监赵原子微博互动时问及 能否干过华为P20说 赵原子也是毫不避讳的回答不在话下 看样子在小米内部对小米9的拍照实力是很有信心了 各位觉得有戏吗 今天有爆料达人放出了一组LG G8 ThinQ的渲染图 从图中来看 新机整体造型与LG V40 ThinQ差别不大 新机正面采用刘海平的设计 还有一定宽度的额头和下巴 背部为玻璃材质 后置的双摄像头很像排列放置在指纹识别的上方 而在配置上 新机将搭载骁龙855处理器 6GB的运存 128GB的存储空间 内置3500含射电池 值得一提的是在G8 ThinQ的前置上 LG为其配备了一组TOF镜头 而这也很有可能是全球第一款前置TOF镜头的骁龙855机型 根据之前放出的价格信息 6加128GB的LG G8 ThinQ的售价为1199.99加元 约合人民币6100元左右 此外有消息称LG或将同台发布一款5G手机 该机除了将搭载骁龙855处理器之外 还将配备骁龙X505G调制解调器 以及Vapor Chamber真空枪均热板散热技术 至于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黑科技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说到5G 此前一加手机大boss刘作虎就曾表示 一加将会是首批支持5G网络的手机厂商 现在有最新消息显示 一加将会在今年MWC2019上展示一加品牌的5G原型机 而且刘作虎也将前往巴塞罗那 与英国电信公司EE高通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洽谈 此外据了解 此次一加要展示的5G原型机并不是传言中的一加7 该机将搭载骁龙85处理器以及骁龙X505G调制解调器 以实现对5G网络的支持 该机有望在5月前在英国发布 售价相比普通版要贵上不少 用户至少要多花近200美元 而关于5G刘作虎表示 从体验上来看 5G理论下载速度将达到100G 未来10年你可能已经没有云端和客户端的概念了 手机也许就变成了一个交互界面 不需要下载这么多APP 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而且5G网络成熟之后更多的应用场景会发生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5G都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目前国内的三男运营商都计划在今年进行5G网络的试上用 这样来看 无论是终端还是网络 消费者都有望在今年尝鲜到5G 各位有没有很期待呢 近日一款主板代号为Sago的谷歌新机 现身G-Punch数据库 从截图中可以看到 该机在今年的2月8日入库 型号为Pixel 4 运行安卓10操作系统 单核得分744多核也仅得到了3201分 明显是一款定位入门的机型 综合此前的消息来看 该机很有可能就是传言了很久的入门机Pixel 3 Lite 从此前曝光的叠照来看 新机将采用塑料机身 整体延续了Pixel系列的设计风格 搭载骁龙670处理器 不过之前都说该机的运存为4GB起步 这里仅为2GB也有点说不过去 当然这也不排除工程测试机的可能性 最终真相如何 感觉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在2018年苹果的酱皮们闹得飞飞扬扬 最终苹果以老用户半价更换新电池的方案收场 不过在意大利结果貌似就没有这么轻松 据了解苹果和三星因敦促用户更新系统 确认说明更新会影响旧型号手机性能的做法 被意大利营销和广告事务官方机构 分别处以了1140万美元和570万美元的罚款 现在该机构还要求苹果在意大利网站的主页上 发布通知说明这一影响 该通知位于苹果意大利官网的最底端 大致意思就是告诉用户若电池容量不足 或功能受损 iOS更新可能会影响手机性能 不过按照苹果之前的说法 之所以对老用户的iPhone进行降频 主要是不希望太强的性能导致手机的续航减少 所以在没有告知用户的前提下 最终选择了最简单的手段直接降频 这样来看 如果想要你的iPhone寿命更长 一方面要关注电池 一方面在面对系统更新时也要酌情处理 不要盲目的追求新版系统老硬件拖新系统自然会越来越吃力 你说呢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搜索关键词Vager 新选手机好配件等你来聊 当然别忘了扫码关注Vager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